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高雄茂林山區 盧凱人的部落 八八風災後 採訪盧凱族重建家園 介紹紫蝶幽谷 南下左營採訪眷村 介紹南臺灣 現在的左營呢 是臺灣高鐵南部終點站 高雄站的所在地 所以它是對於往來南北的民眾來講 是進入高雄的門戶 葉青林駐臺十年 採訪過上千條新聞 如今遭陸委會拒絕來臺 他覺得遺憾 他說他真正關心臺灣這塊土地 我覺得我是特別有資格說 愛臺灣這三個字的大陸記者 因為我從2008年12月18號到臺灣 連續十年 每年都有半年在臺灣採訪 我走遍了臺灣超過300個鄉鎮 記錄從城市到農村 從工廠到社區到夜市 這片土地上人民的善良 熱情淳朴努力向上拼搏的精神 駐臺十年他走遍大街小巷 對臺灣有濃厚的感情 有人說現在臺灣最美的風景已經不是人 但是我堅持臺灣最美的風景依然是人 是那些善良純樸可愛的老百姓 可是臺灣最醜陋的風景 我想也不用我說大家都看到了 那些天天自己在散布假新聞 還指責別人散布假新聞的那些人 他說有沒有做假新聞自有公道 葉欽靈說即使不能再來臺灣採訪 他在大陸仍然有很多報導題材 接下來他要拍攝臺灣年輕人 在大陸生活就業創業的紀錄片 希望透過報導 加強兩岸的交流和理解 記者代率綜合報導 當時